各位乡亲 选这个又联又人的人 带领一个真正联人的团队 又会做事 又不挨钱 还不乱抱女人 你看看 这样的话不是很好吗 金恩博士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 如果我做不了大事 我至少能够把小事做大气一点 在2016年同样的辩论当中 我曾经当面提醒蔡总统 你要小心民进党不要国民党化 可是您还是让派系操纵了 我们国家重大的政策 韩市长 国民党的不长进 简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境界 韩市长 你说你是百年的奇才 坦白讲 国民党的奇才 还真不少 能够在短短一年当中 全面的大胜 搞得现在 泪斗让外党都看不下去 宋楚瑜始终相信 只要产品好 小也能成大事 我们台湾虽然小 We are small But we are great 谢谢韩市长 他没有问我 我有没有贪污 我的部署有没有贪污 我的家属没有贪污 感谢你也肯定 这就是说省府团队超过十万人 我们的团队从副省长到秘书长 到厅处首长 我们经手的钱 坦白讲超过上兆 每年发包和出去的这些工程 是以十万件为基础 但是却晓得 上梁正 下梁就不会歪 所以我最近看大陆上电视 两天前对岸的领导人 把他政治局的这些委员都招来 讲了很重的几句话 你要管好你自己 要管好你的家人 要管好你的部署 坦白讲 对岸也在要求 难道我们台湾不能够做出 一个同样的一个标准吗 台湾民众所真正 为什么怀念蒋经国先生 那个时代 那就是连和人 连而不能不行 但是只能 只晓得也去A 这个也不行 所以连人的基本的价值 大道之行也 选贤与人 天下为公 要选贤与人 各位乡亲 选这个又连 又人的人 带领一个真正连人的团队 又会做事 又不A钱 还不乱抱女人 你看看 这样的话不是很好吗 我们一起共同 选这样一个团队 有个电影 冰雪奇缘 有一句经典的话 那就是当一个人 看不清未来的时候 他唯一能做的事 就是走好当下的路 做好该做的事 When one can see no future All one can do is the next right thing 您就是我的头家 各位乡亲们 那些头家 那些台湾 要选一个会做事的人 把你当头家 不是只有在选举的时候 你当一天头家 后面 你就变成政府的冤家 我们要好好地重新 来思考我们的很多的问题 台湾有今天的成就 不是排斥任何外来的文明 我们要珍惜中华文明 因为我们台湾能够发展 是要用加法跟成法 而不是用除法跟减法 刘述